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它是个人身份的意思 课文中是性质本质的意思 自由是存在的本质 人的本质是它的自由 我们知道女性 世界上一直被忽视和暧昧 中东新属性无疑将是拥有最强烈的意愿和最公正的提出人民问题和权利的国家 剥夺权利 它是一个有两个兵语的动词 它如今被广泛使用 例子如下 在公众场所和完全封闭等地方西安被允许 这剥夺了妇女和儿童的权利 任何不公正都比剥夺权利和自卑感更严重 道德信用很重要 故严谨拯得道德权利 有关方面表示将兑现承诺支付预计 两千五百万美元的报酬 大家都遵守诺言 为什么他自己就不能守约呢 职务在结出果实之前并不一定有种子 只有这样树木才真正结出果实 好意 过去所学的意思是身份身份证 这里是性质本质的意思 原意是不得某人权利 现在广泛用作侵权 无法比我地守约 建约旅行约定 常用语 这动摇了我自己的能力和信心 特别让我难过的是 你将我的未来的职业生涯 与堂姐拴在一起 而选择医学纯粹是她的意愿 父亲将作者的医生 与专攻医学的侄女的医生联系在一起 这件事让她伤心痛苦 它是纯粹的 极限于与她无关的 我们也许例子如下 好的 讨论我的巨额财富 纯属无奇之谈 当世上纯属是幻想 遇见她纯属巧合 马哈布是纯粹 局限于仅仅的意思 后面的偏刺其限定作用 例如海拉 马哈布 以为纯粹是胡说 马哈布 说得反 仅仅是偶然的 学义是她的梦想 但不是我的 温暗了 或是真正的 言之谈 你那句 谁像我这样 辛辛苦苦干于奉献 真是白干了 一直在折磨着我的内心 拷问我的良知 让我面临两难的抉择 因为我不是个 不尽情理的姑娘 也不是个忘恩负义的女儿 但同时我也不愿做 任人摆布的烦恼 这句话我这样的牺牲 放现真是白干了 父母亲总是对孩子们 说这样的话 这意味着你的父母亲 已经付出了 所有的努力和牺牲 但你却忽逆他 反抗他 不顾他的感受 感叹换句真是白干了 是感到惊叹 感叹句是表达呼喊者 我惊讶的意思 我的灵魂在两团火焰之间 这句话的意思是 做着不想服从 父亲让他学医 因为他不想违抗他 可能会让他伤心 伤害他 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 成为他的两把火 阿拉伯语中的火指的是地狱 带来无尽的折磨 这意味着巨大的苦闷和剧烈的痛苦 使用火的例子 在前伊斯兰时代 蒙昧时代 妇女生活在火中 即地狱中 渴望是我尝过的熊熊烈火 物价暴涨 市民表达苦恼 没有上街 长辈埋怨晚辈 常说的话 此句简洁而口语化 第一个句中是疑问句 其中两个动词 均无显性编语 但是付出了什么 牺牲了什么 几乎人所共知 是由呼唤词 鸭和背呼唤语 鸭是表示感叹的唯一呼唤词 此类感叹形式 是阿拉伯语常用的感叹形式之一 这个词对阿拉伯人有特殊的意义 因为他暗示的是地狱永恒的痛苦 所以当他们遇到痛苦或者危险的情境 常常说像在烈火之中煎熬 这里自我者中的是火的双树 比喻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 关于那的这个词用法很多 可以说爱火 度火 怒火 等等 爸爸呀 你让我承担了不堪重负的责任 今天的失败让我对你的梦想倍感愧疚 我从没想过背弃你的意志 而让你失望 或者在别人面前自暴自欺 但是该怎么办 当我的思想拒绝手术刀 听诊器和解剖原理 并厌烦处理死伤的理论时 于此同时 我被尺子和计算机所吸引 并思考创作之美 展现之美和永恒之美 原谅我爸父亲 也许不能走完这段路程 它是人们之间的长容语 要么就是短时间的散步 比如饭后散步 要么意味着去遥远的地方 执行任务或旅游 要么意味着 有意义之旅 比如爱情之旅 人生之旅 事业之旅 我们也许能够 例子如下 你不想 我们去散步 我们去散步 他们的恋爱之旅 恋情 还没有结束 对于校园内的任何旅行 都有一位阿拉伯籍私人司机 他拥有一辆现代化 全新且非常干净的豪华轿车 准备运送女性的教师学生和员工 米什外了 这个词是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 指一段路可长可短 晚饭后散步 可以用出差或者旅游 也可以用 有时候也用作抽象的路程 比如一个人 一个国家 或者民族的一段历程 或者某件事情的发展过程 我可能不会从事 你所认为的人道主义工作 因为人家应该是一个人的 在意识境的地区 和人家的俄裁 和媒体的互体 和媒体的社区 和人家的人家 开始在意识之中 和任何人家的意识境 和人家的意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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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他人的意识境 和人家的意识境 因为按照人的发展规律 我应该是你的人格品性 心灵的自然延伸 而连接你我的 绝不仅仅是一块冷漠的牌子 上面写着一个没有任何关联 意义仅由三个名字构成的姓名 它的意思是人性 它是同位语 它是不能说话的失败 它是音声聋子 只听不到也不能说话的人 这个词总是描写一些僵硬冷酷 对人没有反应的东西 比如言识之类的 至于没有任何联系和利益构成的三个名字 阿拉伯人以其当代名字而文明 由自己的名字 父亲的名字 祖父的名字 或姓氏构成 这是三个单词 文中这句话的意思是作者的人生将失去真正的意义 除了名字之外 没有任何遗传联系和社会纽带 这是对他父亲的回应 这个词一般可以译为人类 人性 人文主义 人道主义 人性主义等等 这里指着人的自然规律 这体是爱乃的同位语 算卖这个词译为笼字 常常用来形容废墟 岩石等不能与人交流的事物 表示冷酷无情 作者的意思是那块牌子 以及上面写的姓名 如果失去了父母之间的亲情交流和家族延续 便没有任何意义 Ismosaliasi是由三个单词构成的全名 阿拉伯人近代标准姓名 一般有三个名字构成 本人名 父亲名 祖父名 或者家族名 以便增加名字的区别度 减少重复 最后我说 是你教会了我要说实话 也这坦诚该得到原谅 他的意思是怀有宗教精神 穆斯林总是请求先知 在自己和智人智慈的真主之间说情 并在清高的真主面前 见证 他是一个善人 那么他的意义就扩大了 我们 举例如下 某人可能被指控受到冤屈 他需要有人为他说情 需要有人设法使他免受指控 阿华德在其中一个笼子里身体虚弱 身为前外交官 没能得到求情 让他获得更好的对待 这两个动词常用于宗教常说 穆斯林在礼拜时请求使者和众先知 在主的面前说情 以原谅自己的罪过 但其适用范围并不局限一次 而我对你的爱与尊重 只有你对我的爱 你独生女儿的爱相提并论 《阿拉伯杂志》 第467期 1997年10月 1997年10月